吴尼朗 没有名字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花莲县政府111年度幸福花莲中秋节生活物资陆续发放 那么也预计要发放2335份的白米 那么县长徐正卫在社会处长陈家傅陪同之下呢 是来到了复礼 着夕 玉礼来关怀民众 并且亲手发送白米 现场也不断的呼吁要做好防疫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 第二个是今天已经开学了 所以请帮我们的孩子们准备口罩放在他们的书房里面 让他们到学校或是在外面都可以更换 你要记得自己的口罩要更换 县长徐正卫大力唱到联合国实际向永续发展指标 从去年开始 花莲县政府三节生活物资发放 改为环保编织带不再提供替代 民众领取物资时可以重复利用环保编织带 落实代代回收循环用 减速生活好轻松政策达到减速减费的目标 记者高商商玉立镇采访报道